特別注意就把它存檔 那我們就分別把這個頁面先 記得就是把它存檔 儲存檔案 或者是我這邊用另存新檔好了 那你就直接存 那我印象中是HTML跟HTML都可以啦 不過這裡我們先存HTML 我們不要保險 我們先用這個HTML 按儲存 那儲存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複製一些什麼什麼檔案之類的 你就反正看到4或4就按4 然後他會自動幫我們在 在網站的根目錄底下 會建立一個 叫做JQuery-Mobile的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一定要存在 因為如果沒有存在的話呢 後面我們要轉換成 App的這些相關的功能就不會顯示 也就如果將來呢 你看到你明明做沒有錯誤 但是為什麼你的網頁 就是一直還是網頁的形態 而不會變成App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想到說 你第一個是不是HTML5 那個地方沒有 在新增網頁的時候 沒有用HTML5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在儲存的時候 沒有把那個相關的這個 JQuery-Mobile的這個資料夾放進來 然後 那他會自動幫我們加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會發生錯誤才對 OK好 那我們做完第一件 第一個部分之後的話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要在上面加什麼呢 加 就是把我們的第一個 首頁做出來 那首頁部分的話各位可以看完成畫面 上面需要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 也許類似像這樣子一個 圖放上去 然後底下放三個 這個導覽列 App的特別注意喔 這個導覽 這個叫導覽列 那導覽列 就是NetBar NetBar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的是夜首的部分喔 所以這個上面是放在夜首 放在夜首 然後讓它可以這樣呈現出來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 最簡單的方法 我看一下 最後做出來的我們的東西是放在 夜首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我們即時看一下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個圖放上去 然後有個NetBar 顏色每個都不一樣 而且icon每個都不一樣 有沒有這個星探號 這個有一個 這個星號 那這個是一個 Grid一個表格狀 那分別把這三個 把它放上去 那這個地方首先我們要放的 上面這一塊這個區塊是 它的夜首 所以呢你要放的位置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是放夜首的區塊 那放的方法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放一個圖 再加底下這三個東西 那放的方法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上面東西 這個地方是夜首的 請你把夜首這幾個字刪掉 這兩個字刪掉 但是我要放個圖啊 那怎麼放 請你再到那個 Image 裡面呢 把Logo這個 拖拉 放開 到夜首 第一個 Home的這個夜首上面 按確定就可以了 不用替代文字 那大小當然你可以再調整 如果它這個圖檔太小太大你可以再自己調整 我們來即時看一下 它有沒有在上面有 有沒有它放的是在夜首的地方 OK 也就在夜首上面不是 放個字 而是放個圖 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 這裡面我要放個導覽列 那導覽列特別注意喔 它是放在哪裡呢 也是放在 這個黑的 就是 夜首的部分 所以按個Enter 然後在裡面的話 請你輸入 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分別就是這個 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跟認證課程 這三個 那因為 偷懶一下 那 這三個請你 就把這三個 分別輸入上去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呢 我這個先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這三個 這三個的話呢 我把它輸入上去 輸入的地方特別說一定是 Header的地方喔 記得是 夜首的地方 不要放在其他地方 夜首 OK 好 然後再來怎麼樣 給它一個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 好這樣子 但是呢 現在這樣看到呢 還是 類似像這樣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導覽列 該怎麼做 好特別說 第一步先完成到這裡好了 第二步的話 等一下我會教各位 如何把一個 项目符號 把它變成 剛剛看到的這樣的結果 就是 它可以 很快的變成一個 像這樣 當然後面的顏色 自己再稍微修改一下 OK的 第一個就是 應該放上來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 就是怎麼樣 把 這一個 如果你 JQuery Mobile 按重整 重新整理 應該會顯示的 如果沒有顯示的話 那應該你是有做錯的地方 OK 那再來的話 怎麼樣可以把那個 Netbar做上去 特別注意喔 請你 位置一定要做對喔 是在這個的 這個是黑的啦 你會發現喔 順便看一下 這邊有個叫 DataRaw DataRaw是黑的 黑的到黑的 這邊 這個區塊是 就是夜守的區塊 那我們在夜守的區塊 放一個圖檔 然後呢 在下方特別注意喔 我如果要做出剛剛那個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就是 這邊有個導覽列 那怎麼加喔 特別注意喔 一 請你注意喔 在下方喔 如果 就是這邊按個Enter 下方呢 記得喔 我剛剛是直接先輸入三個 先 倒車一下 在加入三個之前喔 我用一個方法會比較簡單 就是 JQuery Mobile切到板面 板面的地方喔 第一個就是DIV 請你先插入一個DIV 然後按確定 就優標放這邊有沒有 按插入DIV 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DIV 這邊插入DIV 按確定喔 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這裡面要說新增 內容 那你就把那個 三個資料 新書登場 跟什麼 最新消息 這三個有沒有 把它輸入上去啦 自己再把它輸入上去 然後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成 這一個 項目符號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前面做過 那項目符號的話 你會按這一點 理論上應該有三點怎麼辦呢 Delete Enter Delete Enter 有的時候如果是複製貼上 他會只有一個段落 那你就記得有三點 三個點之後的話 接下來 特別注意喔 很重要喔 一個DIV 加 三個 項目符號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 請你點一下 這個DIV 那點這個DIV的方法 就有要放裡面 你可以 幾個方法 直接 他的虛線 點他一下 但是有的同學 可能手沒有那麼靈巧 也會點不到的話 沒關係 有要放裡面之後的話 看下方也可以啦 下方這邊不是他一層一層一層 你點這個DIV也可以 點這邊的話呢 一樣是點到上面的DIV 他是 從最細的再慢慢一層一層 就是LI是項目符號 然後 UL就是整個項目符號 那DIV是外面這個DIV 所以你也可以點什麼 點下面 有時候我習慣是點這邊 點這邊一下 也這樣可以選取 選他做什麼呢 就是 把 這個DIV 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那個那個 那把 OK 那怎麼樣變呢 我現在還沒變之前 預覽一下 他變這樣 但是我如果說要把它變這樣 第一個選他 第二個的話 請注意看一下 在 CS樣式的 右邊有一個什麼 叫做 標籤檢視器 標籤檢視器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的話 會幫你列出 很多的標籤 那這個很多標籤裡面的話 請你找到有一個 叫 JQuery Mobile的 也就是說 這個標籤檢視器呢 我們主要是利用它 幫我把 這一個DIV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NetBar就對了 就是它原來不是NetBar 利用JQuery Mobile 它有點 我剛剛講過嘛 JQuery Mobile有點像 把原來複雜的事情 變得很簡單 只要你選到 但是前提是 你要知道選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喔 把它打開來 找到哪一個呢 它的角色 叫做Data Dash Row Row 有沒有 DataRow 這個地方會有個標籤名稱 其實這是屬性 點錯 DataRow 它的角色 請你幫我改成什麼 DataRow 有時候可能那個字會 夾 就是這樣子啦 你可以把它拉開一點點 這沒關係 點一下 找到什麼呢 找到叫什麼呢 NetBar有沒有看到 就是關鍵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同學之前好像這個地方卡很久啦 那我 把它Stormotion一下 就是說 這地方 你可以從這邊選取它 或者選這邊 二的話呢 到 這個地方 就是叫資料 檢視器 裡面有一個類別 叫JQuery Mobile 裡面的這個DataRow 找到 NetBar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了 應該不困難啦 主要是 這個訣竅 但是一般書裡面不是講 你們去買書 書裡面不會用圖形 介面跟你講 一般的書裡面就是叫你看這邊 看程式嘛 書裡面講的 所以你去買書 你看一下 那個書裡面全部叫你用打的 我覺得很厲害喔 而且我看那個 那個我剛剛跟各位介紹那個什麼 Linda.com那個網站 它是全部講英文的 然後呢 它就是也是秀 全部叫你用程式嘛 但是我看得懂 可是我發現你們應該 左邊這邊可能 看到可能就想逃逃了 所以 右邊這邊好像比較簡單 你只要記得 而且這個畫面 我也幫你拍照下來 你就看得到點下去 就不會有錯了 試一下來看看 保證不會錯 因為這個 真的 不是很困難 但是 我覺得要把它變簡單之後 你會發現 很快的喔 按下去及時 本來是什麼 三個點 現在 看看有沒有變及時 有沒有發現 一 二 三 三塊了 但是喔 好像 還離成功 有一段距離 你想說 老師不對啊 我們看到的結果 應該是 這樣子啊 這個好像 還不完 所以喔 還要做幾件事 OK 第一個內罷 我怕等一下我講下去 你們會做不出來 所以 先還沒還給你 接下來的話 第一步應該沒問題啦 選他喔 特別就是 內罷 第二步的話就是 可以看一下沒問題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 這個選項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緊 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 Page1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跟上個禮拜一樣 Page1嘛 然後在Page2 Page3 所以把這邊 做 1 2 這邊是3 OK 好 那三個做完之後 下面自己再把 那個頁手先貼上去好了 OK 好做完之後再切到即時 看一下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 感覺好像有了 不過呢 變成這個區塊 點擊下去 它可以跳到最新消息了 上一頁 然後也是可以點擊 可是會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 就是這邊 這邊底下有個 黑黑的 看起來不好看 所以你要把黑黑的 拿掉的話 就是這個Enter 把這個Enter 怎麼樣呢 Back一下 Back space 跳上去一下 不要讓它這邊 空一個Enter 你按即時一下 有沒有 它就貼在上面了 但是 好像還離我們最後要的 有一段距離 不過你會發現它的 它的好處是 如果你小的手機 會是小的 大的手機 平板會拉寬 所以 HTML5這種方式 來開發 它是跨平台的 就是說呢 Android手機 Google手機可以 iPhone的也可以 畫面都長一樣 所以這種方 開發方式 它的好處是 開發一次 全部都可以用 OK 好 那再來的話 還有幾個問題要解決 就是再來怎麼樣呢 Netbar做完了 可是呢 它的顏色不是我們要的 還有 旁邊我們希望有個小圖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怎麼樣先放圖 我覺得放圖 好像比較重要 那圖怎麼放上去呢 接下來就說 如果你要放圖 非常簡單 最新消息 游標放上去就可以了 或者選取它也可以 點一下 選取都可以 做什麼事呢 記得 在那個 資料標籤裡面 你可以用想 用那個聯想 用理解的 因為我要在上面放一個 icon 放個小的 桌圖 有沒有 所以一定會有個叫什麼 Data icon的東西 所以你就把那個Data icon 改一下就可以 那你看一下 在資料 檢視器裡面 游標放這邊 我希望在這個上面加一個icon 那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 Data icon的 Data有沒有一個icon 欸有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Data icon點一下 裡面的話呢 因為最新消息應該是 比較接近是information 所以你就找info info的話就是information 那因為這個圖的話已經固定就是這一些圖 內建的 這個是JQuery Mobile 他幫我們做好的 那至於說裡面有哪一些圖 長什麼樣子 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到哪裡呢 到我的 這個 雲端裡面 就是102裡面 我好像有放一張圖 就這一張圖 比如說你要info 就是這一些啦 總共好像有17個圖 info就長這樣子 然後home Grid 還有back 哪個方向 然後還有gear gear是齒輪 還有delete 大概就這基本的 但是如果說你將來要自己新增 icon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方法是要複雜一些些 後面如果有機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好 然後的話我們希望把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nfo OK加上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是不是如我們預期的呢 點一下 即時 有沒有 驚嘆號出來了 OK 那另外這個 裝個gear好了 這邊裝個grear好了 所以一樣的方法 直接點新書登場 Data icon 也許我們要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gear好了 gear就齒輪 然後這邊的話 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grear好了 也許給一個grear OK好 即時一下 做出來 有沒有看到 感覺就有那個樣子出來了 對不對 其實你們會發現現在你們 download很多app裡面 其實也是這樣做出來的 有困難嗎 我覺得不會太困難 而且 你們來做都很簡單 加上你的創意 我覺得這個 以後 就你們的世界了 OK 因為隨時我要什麼app就什麼app OK好 再來的話呢 顏色好像不太對 如果今天在黑黑的感覺 有點冷冷冷的 如果像這樣 這個換個顏色 那至於換什麼顏色 看各位啦 那這邊的話怎麼加顏色呢 就算了 就算了 了 谢谢观看